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罢免案通过联署门槛 中选会主委刘一舟今天在表示 依照经验最快在12月初会办理罢免投票 报戏资料照分享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罢免案通过联署门槛 中选会主委刘一舟今天在立院内政委员会 答复国民党立委曾民宗质询时表示 地方选委已把查核结果送入中选会 中选会会在下周二的委员会中审议 如果成案做成决议 依照经验最快在12月初会办理罢免投票 刘一舟表示 地方第二阶段联署已通过 而且将查核结果送到中选会 中选会会在下周会在委员会中审议 如果没问题就会能够成案 刘说尘案后被罢免人有10天可以提出答辩 等答辩书期限届满后5天内进行公告 投票日期会在尘案后30天到60天内举行 依过去经验 如果下周委员会完成审议 预估最快于12月初办理罢免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